柯文哲是完全就面無表情 那當然他進去以後 從這個十二點半到兩點半 當然實際問沒有那麼久 就在裡面基本上不會去就馬上問 然後大概其實問到兩點半左右 他就說他很疼 沒問題 本來就可以不要夜間偵訊 不要夜間偵訊 檢察官 現在傳來檢察官說 不然你還休息三個小時 我們再來問你 那聽說柯文哲就不開心 不喜歡 那當然現在傳出來說什麼 不然我要走了 你要走去哪裡 去Saven買東西 可以這樣說走就走 我去買杯可樂 這個動作是蠻奇怪的 那奇怪的動點 他裡面有沒有去跟檢察官講說 不然你逮捕我 檢察官說好 我現在逮捕 天底下有這種要求 其實這個很奇怪 不是 他旁邊有律師 他旁邊那個律師 是以前特徵組的 那是他律師教他的嗎 那這個律師也白目 還是故意的 故意弄這一招幹嘛呢 然後他被逮捕之後 當然律師就走了 他就去逮捕了 逮捕之後就天亮以後 才去提提審 這段期間就讓我們知道 還有一種叫提審 對 整個人都在研究什麼叫提審 你又一大隻 如果檢察官辦到這個程度 雖然說阿伯進去之前 當然沒有這樣講 但是如果這個阿伯 檢察官沒有深壓阿伯的話 我覺得檢察官就不要混了 他這輩子大概都不要再當了 就是你已經耗這麼大的人力物力 然後這個調查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在最後一刻 還是主任檢察官親自出動 廉政署副署長親自出動 然後最後說 我只是找你來問一問 就讓你交保回去 那你真的不要混了 那不可能 那通常在被約詢的過程間 這個被告 他可以 好累喔 我要走了 可以這樣嗎 我覺得大家現在是 把我們司法機關當成什麼 今天你是來喝個茶而已嗎 你以為真的請你來喝茶嗎 所以昨天整個過程 但在今天清晨 凌晨的時候 柯文哲被當庭逮捕 有沒有嚇一跳 那流程到底是要怎樣 因為他被逮捕 所以我們本來想說 他有沒有上手 結果都一台堆都沒看到 那昨天當然就是一早去 什麼沒開門 到最後要進去七點三十二分進去 弄到快中午才帶走 那帶去連政署替問拖下來之後 就音訊全無了 音訊全無 那最早出來的就是陳北琦 陳北琦就被移到這一個北檢 陳北琦從進去到出來 其實只有三十分鐘 你說到北檢 對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很短 因為這期之後不可能隨問 就做一做 然後就開始問問問 然後等到他出來 其實很短 那那個附訊就是他剛在廉政署 講的那些東西 那檢察官再確認一下 是不是這些內容 那陳北琦跟彭正森的老婆 為什麼會被當證人 他們兩個在金華城案有蓋章嗎 沒有 有召集會議嗎 有打電話嗎 有見過印象 都沒有嘛 那為什麼會他們兩個去 他們兩個就是錢 管帳 因為陳北琦說 柯文哲的錢我管而已 然後這個彭正森他老婆應該錢也是 他老婆在管 彭正森的錢應該是他老婆在管的嘛 那所以還跑 在高雄調他上來嘛 而且搜索了 彭正森是搜索高雄 不是搜索台北 他說他家在高雄 對 他家在高雄 因為他以前在高雄市政府 上過班 所以包括他的房子什麼 看他那個房地產 基本上都在高雄 那他們陳北琦到其實沒有多久就出來了 後來第二批到的是彭正森跟他老婆 他們兩個是一起到的 那一起到之後彭正森的太太就 也是很快就出來了 很快就出來了 然後彭正森就被勝壓了 那柯文哲是等到將近十二點半 才到達北檢 就離開這個廉政組到達北檢 柯文哲到的時候 其實臉上已經沒有笑容 也很累了 折騰 可是你看你看陳北琦不一樣 陳北琦到的時候 還會有一點揮手 他有揮手 對 他有揮手 就那個表情 還是有在跟人家打招呼的感覺 可是柯文哲就沒有了 柯文哲是完全就面無表情 那當然他進去以後 從這個十二點半到兩點半 當然實際問沒有那麼久 就在裡面基本上不會去 就馬上問 然後大概其實問到兩點半左右 他就說他很疼 他也沒辦法問 本來就可以不要夜間偵訊 那不要夜間偵訊 檢察官現在傳來跟檢察官說 不然你還休息三個小時 我們再來問你 那聽說柯文哲就不開心 不喜歡 那當然現在傳出來說什麼 不然我要走了 你要走 你要走去哪裡 去Saven買東西 可以這樣說走就走 我去買杯可樂 這個動作是 這個動作是蠻奇怪的啦 那奇怪的動作 他裡面有沒有去跟檢察官講說 不然你逮捕我 檢察官說好 那我現在逮捕你 天底下有這種要求 你其實這個很奇怪 不是啊 他旁邊有律師耶 他旁邊那個律師是以前特徵組的 對啊 那是他律師教他的嗎 是 但這個律師也白目呢 還是故意的 故意弄這一招幹嘛 然後他被逮捕之後 當然律師就走了 他就叫他逮捕 逮捕之後就天亮以後 才去提那個提審 這段期間就讓我們知道 還有一種叫提審 對 整棟都在研究什麼叫提審 你又一大堆 那這一個 這一個過程現在當然到 剛剛接近中午 就是已經就是 可以繼續審問柯文哲 其實北院跟北檢 其實在同一檔 走過去而已 從北院在這什麼 什麼在帶去北檢 沒有啦那就是鑑鑑房間而已 那不是還有一種門 去鑑鑑 都在那一檔裡頭 所以現在基本上 柯文哲就又要重新啟動 他的這一個管理精華層的詢問 當然這個律師大有問題 因為這個律師說 那問問目渴 其實如果都問目渴 那為什麼會有彭政森 對啊 對啊 什麼在亂講嘛 那就是說這件事情 是不是又要什麼引導 其實昨天另外一個 很特別的是黃珊珊 黃珊珊 等一下可以請律師 就是說黃珊珊去接陳貝琪 可是黃珊珊其實在 也是利害關係人 對 他也是利害關係人 然後就是蠻特別的 是黃珊珊的這一個角色 然後剛剛律師的角色 當然最新的消息是黃國昌 跟他們那個黨的秘書長 已經坐在地上了嘛 國昌 你剛才泰洋我的牌習慣 你不要客氣 什麼牌習慣 他的牌習慣就是 腳亂也回去洗澡 睡一會兒之後吃飽 有觀念有媒體在連線還回來 你就坐在地上了 你不通到庭就走在地上了 找一道理由有的沒有的 你剛才泰洋我就會牌習慣了 這次要坐在地上了 就坐在地上了 這民眾人整棟坐在地上了 坐在地上了 當然 鼻子那現在很熱 鼻子很熱 木殼如果有一些遮陽的庫存 你給他拿出來買 小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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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冠啊 便當 阿冠啊 阿冠啊 便當 他那個什麼 背心無袖的 都可以拿出來 不然他吃不完 扮一些活動 枕草才能夠持續 但是大家冷靜 因為現在天氣算很熱 大家火氣都很大 火氣都很大 因為阿伯 如果真的猜 因為我知道你要叫阿伯回家 阿伯回家了 阿伯 到廊回家了 阿伯 阿伯回家了 阿伯回家了 阿伯要下樓 他自己說 接阿伯回家 活動主軸是這樣 他就接阿伯回家 他們的活動 接阿伯回家 所以 也是啦 大家都冷靜 電風什麼 水冷氣 什麼冷氣 不夠 上面清廟 有創一些路邊的冷氣 如果要嚇死 快嚇死去 不然這群坐在那裡 聽說 草現在都燙燙 變燒草 燒仙草 好 所以大家冷靜 看電視就好 看我們三立這台 看到差不多四點 沒錯 給你Live 對 所以他們 鄉川去哪裡 鄉川 嘴共 也有直播 備料 請大家 可以這樣置入 可以 好啦 認真一點 我們要來看一下 要請教一下專業的律師 因為法官提審之後 認為逮捕合法 就駁回了 好 然後呢 也就發了一個稿子 但是這個稿子裡面 有一些很奇怪的話 這個法官是說 檢察官必於訓問後 主張申請人有積壓之原因 及必要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北院的法官認為 接下來檢察官就是要 給他提升壓了 是 沒有錯 因為這個其實 這大場面 我覺得大場面太多了 大場面太多了 其實這個案子 說實在話 如果檢察官 辦到這個程度 雖然說阿伯進去之前 當然沒有這樣講 但是如果這個阿伯 檢察官沒有 深壓阿伯的話 我覺得檢察官就不要混了 他這輩子大概都 都不要再當了 就是你已經耗 這麼大的人力物力 然後這個調查 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在最後一刻 還是主任檢察官 親自出動 廉政署副署長 親自出動 然後最後說 我只是找你來問一問 就讓你交保回去 那你真的不要混了 那不可能 那通常在被約詢的過程間 這個被告 他可以 好累 我要走了 可以這樣嗎 我覺得大家現在是 把我們司法機關 當成什麼 今天你是來喝個茶而已嗎 你以為真的 請你來喝茶嗎 不是這樣 他的這個狀況 大概是如此 看起來 因為從我們 從法院的新聞稿 大概就知道 一開始 我們可以想像 今天如果有一個被告 那因為他不是現行犯 所以我們並不是直接去逮捕他 那他也不是通緝 所以我們並沒有一開始就逮捕他 那我們會怎麼樣呢 我們會請他自己來 就是說你願不願意配合調查 你如果願意的話 我請你來或我傳喚你來 那我發傳票給你 請你來 發傳票 或是你說你就自己來了 那這一個狀況 大概就如此 柯文哲大概昨天早上就是被 傳喚來到檢察署 那他也配合來到檢察署 這時候來檢察署是要幹嘛的 是要接受訓問的 就是說這個流程一開始是這樣 就是我來詢問你一些問題 有檢察官來詢問你問題 那我也老實說 這跟我們的預測大概差不多 他一直到晚上都還沒有被問 這是一個基本的辦案技巧 為什麼 傳了四個人來嘛 阿伯你先坐一下 你在這邊休息一下 先問別人 先把其他人都問一問 所以他不是連續被問 你最重要要抓的 一定是放到最後一個 先把別人都問一問 所以為什麼陳佩琦問一問走 然後彭正森問一問生涯 還是怎麼樣 他不是同時問 不是 就算同時問 也不會讓你知道我們是同時問 而且他也就是說陳佩琦 跟彭正森他們去地院的時候 其實柯文哲是不知道 他們不會知道 他們不會知道 注意看阿伯右邊的那個手機套不見了 對 他出家門的時候沒了 所以他在裡面是完全沒資訊的 都要收走 你還有注意到阿伯的 這不見了 那所以我就要準備問他了對不對 可是阿伯這個狀況大概就是這樣 他就是拖到日落 大家注意我們的所謂的這個夜間訓問 指的不是真的某一個時間點 每天要看日出日落時間 真的假的 對 日落以後叫夜間 所以夏天的時候可以問的時間長一點 冬天會短一點 那不是好險 要趕在太陽下山之前 趕在八月底一定要問的原因是這樣子 九月就會比較多 那不是好險我們沒有在北歐 那不是好險我們沒有在北歐 那不是好險我們就麻煩 永住日有沒有 我們現在是看日落時間 那日落時間之後他們一定照程序就要通知你說 現在是進入日落時間 你願不願意接受夜間訓問 這是被告的權利 你可以說不要 好 不要之後呢 就是等到隔天日出 那你說可不可以說 那既然我現在不接受訓問 我可不可以離開 我就回家睡個覺 好 我嚴格講 不是不行喔 但是既然你要離開 那我不想讓你離開 我們就依法論法 所以其實柯文哲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採取這一個行動 我也不知道 鄭聲援的這個前簡座 現在的律師 有什麼其他的企圖 也許他們有其他目的也不一定 但確實不太有人會這麼幹 因為他這麼一做以後 再猝死一件事情的發生 就是這個新聞稿上講的 檢察官就被迫 他就要宣布逮捕他 而且逮捕的理由是什麼 在這狀態底下 我們法律允許的逮捕理由就是 檢察官如果你覺得 覺得你要羈押他的話 你就逮捕他 你就逮捕他 如果你沒有要羈押他 那你就放了他 所以第一關的判斷是在檢察官 檢察官 所以檢察官 坦白講他就是已經 他現在就已經明白告訴大家 亮牌了就是 我就是要生壓他了 有羈押的必要 有羈押的必要 我要生壓他 所以宣布逮捕 宣布逮捕之後 24小時之內就要 就要申請羈押他 法院準不準另一回事 但就檢察官的立場而言就是 我逮捕之後24小時內 我就要申請羈押你了 所以到今天的半夜的早上 從他昨天宣布 開始 但是因為他拒絕夜間訊文 這段時間要扣掉 真的不能算在24小時內 那你就在這裡待著吧 你就待在這裡 那他今天晚上 可以再拒絕夜間訊文嗎 可以 但是就會一直拖下去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就會一直拖下去 但反正我24小時 大概也是一兩天就用完了 晚上大概就8小時的時間左右 好那總之 他如果這樣子下去的話 再來就是他要申請 那任何人被宣布逮捕之後 他都可以申請提審 這是我們新的法令 提審法是一個比較新的法令 就是說怕你有被違法逮捕的情況 那所以他現在申請提審之後 法官要去審查什麼 法官其實我老實說 這也有一點 當然這個是目前是 值班法官做的決定 未來的法官不一定 但就以值班法官的態度來講 就等於他幾乎已經認同了 檢察官的積壓理由 所以未來的大場面是什麼 如果還是這個法官的話 那可是法官不是會有輪值的 對 所以有可能不是別人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等於說 檢察官他認為有積壓必要 所以他宣布逮捕 你提審嘛 結果法院現在也告訴你 我覺得檢察官的積壓理由 似乎是存在 有道理喔 那你就等於自己已經提前 預知未來的一些結果 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不是這樣 他想要先知道 這個法院會不會想要壓我或什麼 但是如果就目前 這個我們看到的狀況來講 檢察官 法官都認為 這個案子或許是有積壓必要 跟積壓理由的 所以這個逮捕是合法的 又欣 我想再請問說 因為柯仁澤說 我起身就想走 我不要夜間訓問 檢察官說有勾竄之餘 怕他跟證人勾竄 因為證人就在家等 這個就比較尷尬了 然後現在就說 又疲勞訓問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標準 怎樣叫做疲勞訓問 我認為是這樣 他的起身離開 就是我們剛剛講 一般為什麼不會這樣做 你都已經知道 你現在在什麼案件中了 而且我講實在 阿伯真的很愛演 所以你覺得他是演 他昨天白天拖了一個小時出來 然後還在這個 在這個減連 對他一定的禮遇的情況下 讓他在那邊說話的時候 律師有沒有在旁邊 有啊 有 所以早就知道了嘛 早就準備好了嘛 你早就應該知道 整個流程是什麼了嘛 然後現在說什麼 這個起身就想走 起身就想走 那我怎麼知道你要走去哪裡 這又多了一個積壓理由 會不會逃亡 會不會串貢 那你敢這樣起身就走 而且他都被問了十幾個小時 也知道偵訓方向 對啊 一般沒有人會趕 在這個情況下去走啦 因為這就被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落跑啊 很酷耶 很酷啊 那我覺得 想走就走耶 我覺得這都已經 有一點政治操作 他就是故意要創造一些衝突 然後去營造一些政治語言 把正常的法律流程 講成好像是對他不利 對 好比疲勞訓問這件事情 應該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以他的狀況來講 他前面應該都沒有被問到 他的他的這個提審的 有一個理由是說 他檢察官都還沒有問我什麼啊 怎麼就可以知道說 有羈押我的原因跟理由 所以他可能根本前面 還沒怎麼被問到 要不然就是連政署那邊訓問 可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講的疲勞訓問 那因為我想以阿伯 過往的經驗來看 他不是七點半就上班了嗎 他不是每天工作都 都看班上時間 他的體力應該還不錯啦 這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問看看 鄭歐應該知道他到底 一日雙塔 對啊 一日雙塔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想就個人來講 他應該主觀上是不太可能 有疲勞的問題 那大概都只是一些理由 那我們在法律上 只要我們符合我們這個 譬如說有讓他夜間休息 有吃飯有什麼的話 也不太會認為有這個 所以通常休息就是 好好三小時這樣 或你想休息 我就讓你休息 要多久就多久嗎 我大不了就扣掉嘛 我的二十四小時 可以使用時間我大不了都扣掉 反正就是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你要拖是你的事嘛 對不對 你要上廁所我也讓你上 你要吃飯我也讓你吃 你連在外面要講話 都讓你講話了 我怎麼可能會這樣欺負你 說的也是 其實對他的身分上面 非常理喻的 的確啦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 蠻重要的政治人物啦 祝你好 最重要的 我心棒不可 你 你 那